我个人认为双方都有一定责任 但主要的责任应该是由工党党魁克尔滨来负 因为约翰逊他是要通过和欧盟达成一个协议 尽快的实现脱欧 以便满足当时民众公投的愿望 但是克尔滨作为工党的领袖 他从内心来讲他就不赞成脱欧 但是由于民意公投已经决定了要脱欧 因此他不能公开的反对 因此他在议会投票关于脱欧的协议的过程中 就采取各种手段 使得脱欧的协议不能在议会通过 比如说约翰逊已经和欧盟达成了一些妥协 其实是满足了像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北二兰的所谓的硬边界问题 不设硬边界 这个允许北二兰地区仍然他的贸易往来是按照欧洲的规则来进行 实际上是已经满足了克尔滨过去的提出的条件 但是克尔滨依然是不依不饶 为什么呢 克尔滨就是要采取这种拖延的战术 使你的这个脱欧的协议永远通不过 以脱带变 使得英国的公众最后厌烦了这种脱欧的吵吵闹闹的这个程序 转而支持留在欧洲 这是克尔滨的主要目的 因此在克尔滨的这种百般的阻挠下 这个保守党想要脱欧的这个协议 在议会中就屡遭失败 因此可以说 克尔滨和工党的这种态度 导致了约翰逊的这种想要脱欧 在10月31号实现他的这个豪言壮语的这个诺言 没有能够实现